董事长老师 现在最近除了忙话剧以外 还在忙些什么呀 什么事都干不了 话剧不像拍影视剧 可以中间差出一点时间 来去拍个别的 什么时候演啊 咱们一起吧 好啊 我们一起去看 咱们买个票支持一下 我们一起去看 我请你去看话剧 在哪儿 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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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呀 我估计我们去你紧张吧 主要张瑜老师去你紧张吧 不让他知道呗 我特别紧张 事后给他等他一等 话剧这事就是一个梦想 就是一个梦想 因为三年前我 我跟这个导演合作过 排过一个小剧场话剧 然后三年前 我的梦想就是 要到那个大剧院去演 因为我老去看话剧 老在底下给人鼓掌 我总想着 我要站在上面 让人家给我鼓回上 你没演过话剧吗 没有 这是第一次吗 这是第一次大剧场 三年前是小剧场 因为董勇 他其实不是话剧演员出身 也没有上过戏剧 对都没有上戏 中央戏学员 他是京剧演员出身 对对对 所以他的口条特别好 我们叫口条就说 台词特别好 对对对我想起来 京剧演员出身 那你演话剧好多 那个戏就接不了了吧 什么事都不能干 如果他们找你 好认真啊 如果你接不了 你跟他们说 推荐你 推荐王老师 你们俩不是一类型的行吗 我去 那我们俩怎么不是 都是硬汉呢 都是硬汉呢 您现在就是要一直拍戏 拍到拍戏 一直要拍 一直要拍 对 多好啊 而且像我这样的 这个比人家还得多排排 因为别的都是 人家是专业好剧演员 有搭档谁啊 可以 照我透露一点吗 搭档是那个 他们国画的一个一级演员 叫夏立新 夏立新 好啊 期盼 期盼 对呀 您演话剧多吗 我没有演过话剧 你下次可以合作一个呀 其实我觉得话剧演员 话剧演员挺难的 特别难 特别难 首先咱们就说台词 对吧 你说电影演员台词并不多 电视演员台词很多 但是他们也是一个镜头 一个镜头的拍 最多是一场戏 对对对 那你把这场戏的 大概台词背出来差不多 尤其是时装戏 它更不用一个字 一个字那么的准确 那么话剧它就麻烦了 人物地点 怎么样时间 对吧 等等 都得要准确地说清楚 要不然下面的演员 接不上台词 而且还有一点 最重要的是 地位要走对了 这个年龄段 其实我认为 演话剧就比较容易了 我曾经因为您这期节目呢 我采访到一个演员 他跟我讲了一个故事 把我笑坏了 所以那个时候 张宇老师很小 就是因为有一句台词 叫说曹操曹操到 张宇老师 你能跟我们讲讲 这段是怎么回事吗 因为我和一位演员合作 叫江山 我们在合作一部戏 叫《卫列入名册》 也是讲警察的 弯的 那么我背台词是不领的啦 应该是说曹操 曹操到 对不对 对 然后我怎么翻来覆去 说曹操 曹操他就到了啦 然后江山是背台词一流的 过目不忘的 那我们圈子里 有几位演员是真的了不起 我就不点名 特别 你也是一位 我被台词绝对是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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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特别佩服 他的意思说 只能说成说曹操曹操到 后来张宇老师说 那我的意思对啊 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难道就不对吧 说曹操曹操不就到了吗 他就是笑场 然后就排不下去了 为什么你就记不住 那三个字 不行 我觉得好像说曹操 曹操就到了 这不是可以吗 太随意了 所以我觉得其实 拍戏中有很多有趣的故事 那今天呢 董操老师马上还要赶到剧场 特别感谢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谢谢 这个我们组团去看你的画卷 对 这个我们就不告诉你了 怕你太紧张 怕你出汗 就是因为 你想演戏 我给你俩合张影吧 来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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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